在具體的爭議案件都沒有出現之前 就不斷的說這個法案實際上已經侵犯了憲法基本原則 已經違反了憲法機關忠誠的義務 那我認為說這個才是真正的侵害憲法機關的忠誠 不好意思我追問一下 我想了解他的爭議 那吳委員我冒昧在往下追問 如果照您這樣子的推理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的憲法裡面有所謂的國會優位 也就是立法院立法權比那個行政權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那憲法法庭這邊的違憲審查權 在這種情況之下又將置於何地呢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您再說明一下 我沒有說國會優位權 那麼在武權分立的這個制度底下 每個權利他都有他自己的權利的核心 那麼就立法權的部分 當然我們這裡享有這個立法的制定 還有立法的行程自由 我注意到您的答辯書的第10頁有主張說 質詢並未違反明確性原則 您找一下您的答辯書 找到了嗎 第10頁 所以反質詢也不會違反明確性原則 您是這樣講的 因為質詢沒有違反明確性原則 所以反質詢也不會違反明確性原則 這樣的陳述其實在我看起來是以問答問 所以也許貴院就直詢行事法25條 第一項修正 針定不得反質詢 目的就是要禁止被質詢以問答問 而您的答辯書這樣的一種辯解方式 但是我不禁有這樣的疑惑 就是也許本項規定所要禁止的情況 就是您的答辯書的這種說法 但是就法律明確性原則 它所要求的可預見性來講的話 恐怕就適用對象來講 它還是需要一個明確的定義 不然的話它不需要怎麼樣去接受質詢 所以我想跟您確定一下 你們現在可不可以給反質詢下一個定義 或者如果你主張它是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話 那至少要有一個概念核心 那概念核心是什麼 能不能待會請您說明一下 如果按照你答辯書同一頁的第三到五行 容我引述一下 你說受質詢的行政官員 應該要理性的為政策辯護 憲法及法律並沒有賦予行政官員質詢立法委員的權利 被質詢人恥不得為反質詢之行為 如果照這段話來講的話 也許我的理解 您是指反質詢是指行政官員質詢立法委員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有點疑惑就是說 進一步再提出的就教於您了 鑑於我國不是內閣制 這點應該是清楚的 立委不可能是政策的制定或者是執行者 所以立委沒有什麼政策需要去辯護的 而目前的憲法跟立法院的質詢行司法 還有議事規則也都沒有行政官員 去質詢立委的環節 那麼這樣的反質詢如何可能發生 那如果不可能發生這種反質詢的話 幹嘛定這個規定 這我就越看越不太懂 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黃委員沒有時間回答 那我想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很多 就不要再口頭說明 那是不是黃委員 你會後針對我問的問題 再用書狀來補充好嗎 麻煩你謝謝 那麼在這個具體的 爭議案件都沒有出現之前 就不斷地說 這個法案實際上已經侵犯了這個憲法 基本原則 已經違法了憲法機關忠誠的義務 那我認為說 這個才是 真正的是 侵害這個憲法機關的忠誠 不好意思我追問一下 我想了解他的爭議 那吳委員 我冒昧再往下追問 如果照您這樣子講的話 以這個案子來講 就是行政院這邊主張 戲真的規定違憲 因此提請複議 立法院這邊複議完了以後 沒有通過 沒有成功 因此行政院就必須接受 換句話講 立法院說沒有違憲就沒有違憲了 行政院就必須要接受 那我這邊就產生兩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是不是 如果照您這樣子的推理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的憲法裡面 有所謂的國會優位 也就是立法院立法權 比行政權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憲法法庭這邊的違憲審查權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又將置於何地呢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您再說明一下 我沒有說國會優位權 那麼在武權分立的這個制度底下 每個權力他都有他自己的權力的核心 那麼就立法權的部分 當然我們這裡享有這個立法的制定 還有立法的行程自由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